回到10月5日的香港武格仔 遲了一點開麥克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在題目方面都有點頭痕 今天來講現在好像在香港打風 現在是一號風球 那個叫什麼 昨天已經一號風球 小犬 小犬 小犬就不是很嚴重 小犬 相比之下 大問題就是上次是講蘇拉和之後伴隨的那個黑羽 大家都說過了幾個星期 究竟清晰了沒有 就真的不知道 是啊 所以如果是說嵌山泥的東西 就沒有清晰 然後再來多個風球的話 究竟香港現在的市面能否應付到呢 也都沒有人知道 那個就不是說只是看風球的 坦白說 因為現在的風球以外 究竟會不會那個風的橫流 會不會帶來這些狂風暴雨 狂風就過去了 會不會有暴雨呢 你好像上次對上次的八號風球 就沒有什麼了道 但是之後那個雷震很厲害 上次你說蘇拉那個十號風球 不是蘇拉之後 之後還有一個 不記得名字 那個是厲害的 那個是不記得名字的原因 是因為它都沒有吹過香港 但是它的魚是被蘇拉的 那個魚波影響 拉了下來 結果十號 結果一個黑羽 就變成香港有史以來最長的黑羽 那些渠又沒有清好 搞了很多車 又要報費 那變成真的很大 又很無忍 是因為沒有試過十號風球之後 就再短時間之內 來過黑羽 因為你稱十號風球 已經帶來的影響 已經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現在見過鬼拍 起碼一號風球 至少是會維持到明天的中午 就會考慮 明天到星期六的早上 可能會改發三號風球 預料呢 星期日和星期一 就會有大驟雨 就不會說很厲害 大驟雨 大驟雨都可以可大可小 這次說的 就是比較慶幸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風經過過台灣南部那邊 比台灣南部 你說的什麼蘭嶼那些地方 基本上都磨過一段時間 所以來到應該不會太厲害 就是蘭嶼台東 應該遇上了很多 台灣那邊好像也沒有什麼 是我們沒有留意台灣新聞 有多厲害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 正所謂見過鬼怕黑 現在都所謂一朝見草承 一朝被射咬 之後都怕草承 十年怕草承 即使明天是原計 原本預計是明天是星期五 到星期日 這個灣仔夜斌分市集 現在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被人吵到害怕 即是上次那個Vittorio Waters 他自己是不出聲的 找那個人何X妖出來 在那裡吵人 吵人 吵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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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們就是這樣的態度 那 即是 如果最後 即是連風都沒有敵的話 或者純粹是 真是純粹叫趙雨 不是 風都沒有敵是件好事來的 那你現在就是要警醒 令到香港政府就盡快將 即是之前你說的黑雨 十號風球 即是幾個星期的事情 你清好了 你就知道基建 究竟再可不可以這樣走去頂 你以為人不會屌你嗎 即是他就會說 大哥這麼好天 都不開業 但是他又會這樣說你 Chill 你有付租嗎 你沒有付租 又不用你交租 這麼多爹 又不會退租 即是你做少三日生意 大佬 夜繽紛三日都很大鑊 星期五六日 你不要加起來 你說這些是 分分鐘都是錢來的 不知道多少人 又入貨 又入貨 有沒有買魚子醬 現在那棟東西 即是做魚子醬 那個就沒有了兩萬多元 其實很糟糕 那你沒辦法 你入貨才發現 原來電力這麼不穩定 所以都是 地運信 信來的雪櫃 所以都是做魚蛋燒賣 好過了 好笑的 其實就 現在就竟然 這一方面 你說一打風 即是夜市 夜繽紛就停市 另一方面 哪個 阿波叔 他現在就說 彭博爆料 就說他叫 證監 港交所 以及金融機構 要組成一個工作組 要他們快些組成一個工作組 制定一個時間表 就要大家一起研究 即是 喂 打風 都要開市 但現在說 賭場都沒有人去 Emeline已經說 都很繽紛 這個行指 現在去到一萬七千三百 嗯 這一樣東西 未說最恐怖 如果你有看連登巴打 講緊的話 就是說 今天的那個成交額 其實才是最有象徵意義的 是 因為連登巴打 就給了一張截圖出來 就是今天的那個 行指成交 港股總成交 是講緊四百億 四百億 四百億 代表著什麼呢 是沒有生意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如果你找回 平時 即是 那個港交所的年度報告去看 就 例如 疫情期間 2022年 和2021年 都講緊 香港都開始蕭條 都開始 沒有什麼人 即是 這個港股呢 都是講緊 每日 我講緊 的日軍成交額 是千六到千七左右 現在是去到 疫情期間的四分之一 大家不是說 疫情是應該復償的嗎 按道理來說 香港是否應該本身 日軍成交額 或者今天的成交額 應該都有 衰極都應該是千八千九 但是 為什麼是 竟然是去到 這個疫情的四分之一 這個成交額 這個是很恐怖的 是 為什麼會這麼差呢 即是現在交途這麼淡 是吧 即是或者你現在交途 就走了去 儲備股 買美股 不認識美股 你不認識蘋果 你就直接買QQQ 立斯坦克指數基金 如果你說的是 我們認知的那些修成期廢老 其實早在2015 16年 已經說什麼 我連匯豐都信不過 慢慢把錢 就轉到美股那邊 買白費特 這個真的叫做真理事力場 是吧 李家超 哈哈 不家產 真的 這個不靜止 不靜止力場 那麼簡單 李家超政策 是不是 那麼 李是力場 現在是直接告訴你 指令 打風不停試 是不是這個叫打風 打風交易日 或者叫做什麼 就是這個打風日繽紛 是啊 有很多人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說打風不停試 的話 就真的是夜繽紛 因為過天真 打風期間 那天黑曬 你看看那些網民怎麼說 跟夜繽紛一樣成功 什麼時候才肯面對現實 現實就是 其實他不用說 理由沒有說交代 為什麼要打風都要開始 是不是 就是要撐住 成交流 就是 現在不是這個特區政府缺水 每一天都很緊要 但是你開市每一天都很緊要 夜繽紛又不是 打風就要縮 這麼糟糕 真的 雙重標準 這個 那你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 這個 就是 股票交投的事情 很多是網上搞定的 那不需要坐車 才可以買到股票 是不是 那你魚蛋 你要出街買 你不可以網購魚蛋 你不可以網購魚蛋 燒賣 是不是 打風不停線 現在天天打風嗎 如果不是 差這幾天可以推高成交嗎 這個就是 真的 這個我 所以我爭了頭 是不是 你現在這一年打幾多風 為什麼 你連這一天都不放過呢 你講的 就是充斥著老千股這個問題 其實以前David Webb都有講的 你尤其是創業版 那些這樣的地方 你充滿著那些先股 莊家股 如果你認真的這樣走去看回 就是 David Webb 他Name出來的那幾隻股票 是講的 什麼叫貨源歸邊 什麼叫貨源歸邊 就是說 發行出來的股票 有七成是集中在某些人手上的 這些股票其實很容易沒有高弄低的 你講交數也沒有想過清 你連那些 你連在這個賭場裡面 要趕走老千 趕走搭馬仔 這些那麼基本的事情都不做 然後你以為 就在延長開放時間 就可以吸引人來 不要愚蠢 就是 這個就是 有些跟 這個夜奔婚 叫那些商場開夜一點 那個道理一樣 這個純粹叫磨難隻 純粹叫做 明明你的生意是淡薄的 明明你現在 就算你不打風 那個交頭都很淡的 四百多億 你多開一天 那些生意不會回來 不會覺得突然間 你覺得你香港很吸引的 所以 其實我們經常講的 你推開一個政策之前 或者你 現在你想 趕股交頭之前 你要 認識了 究竟現在那個 樽頸位在哪裏 港股為何會落後其他的股市 是吧 為何香港的IPO這麼差 為何會比印尼差 全球排第五至第八 還是第九 是吧 這個樽頸位 不是因為你打風 人家開你不開 打風是全世界都不開的 你多做這一天 不會幫到你很多 你看到陳茂波 阿波叔是傻的 我覺得他不是傻的 其實就不是傻的 我心知肚明 怎會不知道 正常頭腦的人都知道 多開一天 一年打幾天 給你四天 給你五天 你多做人家五天 會不會好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取消紅假期 那些公眾假期 那些什麼佛單 那些什麼國慶 國慶 國慶照開市 好不好 你玩到七十一 星期日夜晚 你都可以買到港股 真是傻傻的 但是 正正就是因為 沒有東西可以做 那就唯有找東西來做 真正的理由 就是又要推展一條片 大家去看的 那就是阿沈旭輝 就訪問阿蕭公蕭少濤 就說回 為何今時今日的港股 交頭擔政 阿蕭公也有很詳細的解釋 他說 他做金融行業 他最清楚一件事 第一 大陸佬現在 上海和深圳 得到黨的指令 他們已經折住了 流入香港的水 所以 上海和深圳股市 為何那個集資額會這麼高 是因為自己 你糖水滾同如番 說到明 就不會流下來香港 另外就是 你香港政府 十幾二十年前 的伊斯蘭金融 那就是 這個 一向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做開的 這筆錢 是不輪到你賺的 如果你說 歐美那些廠佬 好話不好聽 當這麼多的人 就想著去 孟加拉印尼那邊開廠 做低端工業的廠佬 他們要擺錢 選擇 就一定是印尼這個 新興市場 因為這樣 才令到印尼的 集資額 可以成為亞洲 數一數二 如果你說高端的錢 就一定是去日本韓國 所以 為什麼 我們看回今年 頭半年 整個亞洲 股票市場 的升幅最好的 是日本 在這樣的環境下 這些就叫河流改道 原本 香港是屬於一個沼澤 就是你所有 流入中國的錢 會經過香港 你所有 中國要走出去外面 做海外投資的錢 都可以流入去香港 今時今日 中國折你水 另外 歐美 又或者 東亞 東南亞的廠佬 他們的錢 都折住你 香港結果 由沼澤 變成沙漠 你現在說 在沙漠裡賣水 可以24小時營業 你問人 究竟有什麼吸引力 答案是沒有的 這就是講完了 你現在 即是 你現在 即是 你連那個 連打風這一天 都要 都要照殺 即是你可想而知 你現在 特區政府 即是 多麼 財困 其實我們昨天 都有講過 最根本一個問題就是 賣地成績 賣地成績 你的目標 八百多億 但是 那個問題 你到現在 一年都已經 過了四分之三 但是 你得到的 那個目標 是十分之一 都沒有 財赤又萬三億 那你怎樣 接下來 一定會繼續擴大 原因就是 在於 香港其實另外 第二大 其實 香港政府第二大 收入 是利得稅 你沒有這些 股票交易 同時間 公司都走 你利得稅 一定是少的 是啊 而 賣地 來講 凌漢豪 你說那些 重要的 商業地 我們是否昨天 說了 昨天說了 暫時 暫時不推 暫時 暫時不推 市差 市差又不推 而他又不想 就是說 就是 要減價 不想賤賣土地 講到明 其實 但是你 你又很矛盾 你不想賤賣土地 但是你總要賣地 你總要賣地 你都要賣 那些地 但是現在呢 最好笑的一件事 經濟是很簡單的 供應過多 價錢就會賤 但是你現在還準備 未來這十幾二十年 未來起碼這十年 是不是 你要放多多少 多少 只是 明日大月 放多一百萬個單位出來 但是傳統香港 不是這樣 例如說 沙士之後那兩三年 你唐英年剛剛做了財政司司長局 那時候 其實都是萬有財赤的 唐英年最喜歡做的什麼 當年 他見到賣地成績不理想 要賣 慢慢等 換一換 因為如果你說 如果不理想 你就照推的話 那變成你的價錢 只會越賣越賤 越賣越賤 如果成了一個勢的話 變成一個趨勢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樓市新的指標價 新的指標價 就會向下望 就會變成一個樓市下跌的預期 這樣就糟糕了 如果樓市下跌 是會變成一個預期的話 銀行要追銀主盤 要叫賣 然後很多負資產 之前做了二案三案的 就造成一個很大的連鎖效應 這個都是在說香港內部的因素 為什麼當年唐英年等得起的原因 我們經常都在說 胡錦濤年代中美關係真的好到嚇死你 如果不是 為什麼我們以前在花生台 那時候土伯都經常在說 民主派人士去到美國 其實美國人只不過是儀式上説你 原因就是中美關係真的很好 你吃不了 人貢阿鎖 女士比賽